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没有看见 今天在这里训练 我们问一下他们是 昨天去哪里的运达 来了四五天了 去自己有一个那个房子 是去朋友的 然后朋友借给我们用 然后我们自己租电脑 然后在这训练 所以你们不是 对于要去运达其他的 运达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儿挺吵的 就反而也不也不方便 讨论什么也不方便 我们那地儿也不是特别远 然后人家也挺照顾我们的 我们就去那里 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前两天来谁都打不赢 因为那时差 对而且我们还玩什么美西吧 反而少个人 我们对有一个新加坡人 打不了延迟 一打延迟 他说我这儿不能放大了 我不能用卡尔 我不能用 反正少个人四打五 也总结不出来什么东西 这两天好点了 那最近这几天你们去练 除了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我跟他们有什么问题 很好 没有 就是练的 因为昨天也好多人看嘛 看我们在我们那儿 知道他们这好多人看 我们也就 对 就比路人好点呗 大家一块玩玩 无所谓 没关系 所以除了比赛 你们就是住酒店 对 住也是 不住酒店 要回来住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最近训练是 没有跟国内队伍练的吗 是 你说反了 就是国内队伍没有 怎么和我们练 你感觉他们各种各样的工作 你可以找 进攻挺多的 一季他们不玩 今天我问他们 他们说不想在这儿训练 然后给别人看 所以不太知道 因为ESL我们也没遇着 他们肯定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吧 然后 然后 DK DK没风格 什么都论 OK 那你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赛事吧 因为这次赛事说起来挺苦难的 你觉得这样的赛事是 对你们来说是有利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不是 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还行 然后在选手看来我觉得心态肯定有点变化 尤其是第一二天如果不顺的话可能挺麻烦的 就是 就是越完后打应该对赛事越熟悉就能接受吧 就现在反正 如果前面输多了可能还是有点多了吧 所以你认为开局特别重要吗 其实都重要 但是对我们队来说可能开局更重要一点 因为开局开的不好 可能自己就 就搬peak跟打的东西上就不自信吧 这次前二是直接进入正在队 那谁知道 是什么样又是什么样呗 那 这个想没用 进了之后飘也不行 是吧 不进之后放弃也不行 就别气馁 慢慢来呗 急没用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次 最大的竞争队手应该是国内的队伍还是国外队伍 是另外15个队 的那是因为 那是国外队伍 他的队伍是国内蒟伍 是国内的队伍 是国内蒟伍 所以我们开始到这里